嗨嗨 我是Josh 今天這集是由頻道會員 在題材建議專區所提出的題目 浩群問說 我很想瞭解一下 大聯盟球隊在提出挑戰輔助判決前 教練團都會先打電話 作為是否提出挑戰的依據 想問問是打給哪裡 各球團都會自己架設攝影機嗎 還是主場才會有 他們不像中職都是憑球員感覺 加教練決定時機是否需要提出 今天這集會比較簡短一點 主要就是要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再來大聯盟比賽中 如果出現可能是誤判的判決時 教練可以馬上跟主審示意說 欸等一下喔 我們要考慮一下 要不要提出挑戰判決 從這個時候就會開始計時30秒 教練要在30秒之內決定 到底要不要挑戰 那教練要怎麼決定呢 在中華職棒 好像大部分都是看場上球員的感覺 如果場上的球員很有把握 那就會挑戰 那再來大聯盟呢 除了看球員本身的感覺之外 球場的大螢幕 可以播出剛剛那個Play的畫面 教練可以藉由這個畫面 來評估要不要挑戰 但是因為只有30秒嘛 只看大螢幕的畫面 可能看不到足夠的角度 所以大聯盟的教練團 通常都會馬上用休息室的電話來詢問 那問題就是 教練團到底是打給誰 大聯盟所有的球隊 都有專門負責看重播畫面的人 這個人他能夠看到的畫面 比電視轉播的還要更多 大聯盟有一個即時重播中心 當球場上提出挑戰的時候 是由這個重播中心來決定 是否維持判決或是推翻判決 再把判決結果告知場上的裁判 那剛剛說到的 大聯盟各自球隊 專門負責看重播畫面的人 他有權限能夠看到官方重播中心的所有畫面 所以教練團只要問他 就可以知道這個play 到底有沒有需要挑戰 理論上這樣子應該可以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挑戰 可是呢 根據統計 大聯盟提出挑戰的成功率 大概也只有五成左右 並沒有特別高 我想可能是因為 時間也只有30秒嘛 所以這個專門負責看重播的人 可能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做判斷 最後再補充一個小知識 大聯盟重播挑戰所花的時間 平均一次大概是一分多鐘 而且這個時間有逐漸的在變短 代表大聯盟在這方面是有再進步的 我的印象啦 平常看中華職棒 有時候一個挑戰就會耗很久 如果想要縮短比賽時間啊 應該不是像現在中華職棒這樣 限制一場比賽 最多就只能夠挑戰兩次 這樣有點本末倒置吧 怎麼會為了要縮短比賽時間 那判錯就算了 這樣怎麼想都很奇怪啊 只要挑戰成功 那就應該讓球隊繼續保有挑戰的權力 大聯盟從2015年就改成這樣子了 如果真的想要避免挑戰拖到比賽時間 那應該要縮短的是挑戰所花的時間 這樣子比較合理齁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簡單的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是 cinete的兒章 男生 quicker 那麼一日 рад 兒章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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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